2022全国少年杯足球锦标赛7月6号在国立体育大学进行学校组与女子组的冠军赛 首次参赛的花莲县东里国校女子组四年级夺冠 这次的赛事由东里国校、瑞北国校及常良国校南区联队出赛 全队只有10人参赛拿下东里国校相隔15年的冠军奖杯 女子组四年级冠军赛由花莲东里出战足梦清廷 花莲东里下半场靠着江亚尼的单刀过人踢进开赛的第一球 并在第35分钟由于美琪操刀精准进门 中场东里就以2比1赢下胜利 冬裕理事长、陈毅雄理事长 他组成一个秀古兰联盟、足球联盟 然后我们才合在一起训练 然后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机会能够参与这次的比赛 拿下冠军的小球员们搭火车回到玉里 在玉里车站受到英雄式的欢迎 出场全国赛滋味的江亚尼表示 经由全国赛能够挑战自我变得更加有自信 需要先相信队友、相信自己才会得第一名 然后我们就是按照教练说的这样子做 然后要鼓励对方 然后不要怪队友 2022年全国少年杯足球锦标赛 7月6号在国立体育大学进行学校组 与女子组的冠军赛 首次参赛的花莲县东里国小在女子组四年级夺冠 这一次的赛事由东里国小、瑞北国小以及长梁国小南区连队出赛 全队只有10人来参加比赛 拿下东里国小相隔15年的冠军金杯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